休息就来到武汉 那今天自己感觉会不会有些疲劳 疲劳还是有些的 主要还是反映在精神上面 因为毕竟高强度的比赛以后 还是没有经过调整 28岁的老将邓叔弟 同样也感觉到有些疲惫 他的吊环和双杠发挥不佳 最终排在全能第二位获得银牌 因为吊环的一个编排问题 少了一个主别 少了0.7 对 所以说吊环等到团体决赛的时候 再把那个主别加进去 应该分会很高 六个单项当中 自由操 安马 双杠 中国队选手都包揽了 预赛前两名晋级 其中肖若腾晋级四个单项决赛 自由操排名预赛投名 邓叔弟躋身三个单项决赛 其中单杠排名预赛第一 邹靖元排在双杠 安马投名晋级 他的双杠以相对简单的成套 轻松拿到了16.033的高分 这一次我就总结了 那个市场赛的那些 就是说细节的网 给他做得挺好的 但是下法的话 还是有点欠缺 希望后面的比赛给他做好 调环世界冠军刘洋带来了难度6.4分的成套 成功拿到了15.400的高分 不过他自己并不是特别满意 作为单项选手 接下来他要继续在单项世界杯分战赛上努力 争取拿到东京奥运会的单项资格 稍微有点紧吧 然后还是下法上跟缓上一个本年识字 稍微有点瑕疵 下一个目标就是德国的科特普斯市领赛 不是那个世界杯 然后就先把这一战拿下来吧 然后后面再看吧 先拿三战吧 黄明奇跳马两跳平均分 拿到14.633分 以投名晋级决赛 朝鲜名将李世光状态不佳 锦列预赛第四 还是稍微有一些比较紧吧 没有放得特别开 当然还是也蛮可惜 跳马还可以跳得挺好 中国队也轻松排名团体预赛投名 将在23号全力冲击 象征着集体荣誉的男团金牌 国庆大阅兵的时候 我相信大家也看到了 我们肯定要延续这个大阅兵的传统 优扬传统 然后更好的向世界展示我们军人的风貌